相比以往常规使用的6.5小时交汇对接方式 此次天舟7号货运飞船 采用3个小时的超快交汇对接 大幅缩短来天地运 一是通过更加严格的入轨时间控制 来缩短飞船入轨之后的追踪距离 第二方面就是通过优化 远距离自助导引段的轨道机动的次数 来进一步压缩交汇对接时间 此前在2022年11月12号 天舟5号任务中 曾采用的2小时超快交汇对接技术 刷新了最快交汇对接的世界纪录 但是综合来看 2小时超快交模式对系统的技术要求 以及对燃料的消耗都会更大 整体上来说并不太经济 所以说后续3小时快速交汇对接模式 应用成熟之后 将会是我们任务的一个主用模式 超快交汇对接对火箭发射入轨精度 货运飞船推力发动机的推力标定 以及空间站组合体调向控制精度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地面测控团队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工作 货运飞船发射入轨后 测控通信电路是货运飞船 与地面联系的唯一通路 飞船飞行状态的监视 异常情况的应急处置 都需要地面来进行支持 测控通信团队针对保任务成功 重点开展了天地接口及业务状态的验证 飞行程序的生成 以及任务全流程的连销演练 来开展工作